女人刀法出奇精湛 菜刀一丢就把蟑螂钉死在墙上 谁能想到一个猪肉店老板娘 长相非常好看 当地人索性给她起个代号叫西施 每天猪肉店还没开门 门口就已经排起了长队 西施一出现 大家就纷纷涌上去 一双双眼睛肆无忌惮的 在西施身上游荡 被女娲宠爱的脸庞 凹凸有志的身材 别说男人喜欢看了 女人看到都直接喊老婆 男警攀安也不意外 本来只是路过 就对西施一见钟情 就来猪肉店里照顾生意 只为了和西施探讨人生哲学 一个离奇的杀人案 打破了潘安平静的生活 一家酒店发现了一具尸体 经过尸检分析 死者生前处于放松状态 动脉是被利器割断的 通过观察伤口 可以得知凶手下手很轻 这非常考验凶手的刀法 还有作案凶器必须非常锋利 而凶手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想让死者 活活失血过多而亡 让肉体和精神都备受折磨 潘安开始对案件进行测血 死者生前放松地躺在床上 色眯眯地看着眼前的人 只见那人将高跟鞋踩在床上 露出一条腿 接着那人拿出绳子 把死者手绑住 然后把脚也固定住 还给死者戴上眼罩 死者已经浴火焚烧极不可耐 那人用小腿压住死者脖子 接着快速掏出锋利的匕首 依次划破四肢动脉 瞬间床上涌起了鲜红的喷泉 男人痛苦地挣扎着 渐渐没了动静 与此同时 警方在另一间酒店里 又发现死者二号 生前也是动脉被切断 凶手的作案手法一模一样 结合这两起命案 可以推断出是同一个人所为 不仅如此 对两名死者身份进行调查发现 他们都是同一家医院的医生 根据目前的线索 潘安首先锁定了其中一位嫌疑人 死者二号的女闺蜜 可女闺蜜却说 和死者二号在酒店聊完工作之后 她就已经离开了 后面还在手机上聊了天 显而易见 女闺蜜根本没有作案时间 她又不在场证明 但女闺蜜给出了一条重要线索 两位死者不仅是认识 还是关系铁的好兄弟 和另一个人是铁三角 那个人就是医院的院长 潘安敏锐地察觉到 事情似乎并不简单 推断凶手的下一个目标 可能就是院长 但手头线索太少了 为了获取更多有效信息 警方找到了医院里的清洁大妈 你可千万不要小瞧大妈 他们可是医院最顶尖的情报网 手里掌握着许多不为人知的信息 但毕竟痴人嘴短 大妈偷偷和潘安透露情报 结果越说越来劲 爆出了一个见光死的秘密 男医生解开女孩的衣服 女孩却动弹不得 只能流下眼泪 床上一番晃动后 医生走了出来 换另一个医生二号进去 医生二号猥琐地摘下口罩 再一次伤害了女孩 接着院长也要奋一杯羹 来到女孩床前 女孩在此之前 不幸遭遇车祸昏迷不醒 被送来医院抢救 几个人面受薪的医生 看到伤者第一时间不是想着救治 而是动了歪心思 然后到了晚上 三个医生聚在一起密谋 决定把女孩全身麻醉 对她动手 可他们不知道 女孩其实亦是清醒 她满含泪水 忍受这三人带给她的屈辱 还记住了这些人的声音 潘安得知这个消息 立刻从这名女孩入手 警方开始调查医院这几年来 所有打过全身麻醉的女孩 经过重重筛选 终于找到了这名女孩 她就是当今顶流演员 貂蝉 潘安把貂蝉传唤到审讯室 刚一靠近 就从她身上闻到奇怪的味道 这让她想起几天前 她去西施猪肉店里 迎面而来一位老奶奶 她身上的味道直冲潘安添灵盖 莫非这两人有什么联系 潘安也没继续深思 而是向貂蝉提起十年前的事情 可貂蝉却神情自若 就给出了三个字 不知道 这明眼人也看得出来 她并不想让这件事情闹得人尽皆知 还说要请律师 她是女明星 不可以抛头露面的 无奈之下 潘安只能选择从院长这边入手 院长不但不承认 伤害过十年前的女孩 还表示和两名死者一点都不熟 但她神情紧张 瞎子都能感觉到她有所隐瞒 潘安健壮也没打算逼问 让院长最近居家办公 能不出来就别出来 凶手应该会在近期找她 可这院长全然把潘安的话当耳边疯 晚上就来到酒吧里玩耍 左拥右抱着美女们 笑容特别灿烂 这一刻她就是阳光开朗大男孩 这可让潘安头疼得要命 赶紧也跟着来到酒吧 四处巡逻寻找可疑身影 也就在这时 看到一名戴着半张面具的女人 从她身旁走过 紧接着不慎撞到了酒保 女人身上掉下一把匕首 潘安立马看出这匕首 符合前几次命案的凶器特征 对女人穷追不舍 可这女人身轻如燕动作敏捷 一个滑铲修一下逃离了现场 潘安没能跟上 只能拿着匕首 来到了刀铺 从专家口中得知 这匕首一般见不到 都是专门拿来杀猪的 一说到猪 潘安就想到了西施 想来好久没见面了 忍不住想他 又来到了猪肉店里 当他看到墙上挂满的刀具 他很难不把凶手和西施联想在一起 但没有足够证据 再加上西施是他的女神 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可就在第二天 凶手再一次袭击院长 不仅没有得手 还被院长伤了大腿 怪不得院长还赶出去玩 还是有点实力的 潘安得知这个消息后 来到猪肉店里 发现西施正一蹶一拐地走着 再加上之前无意冒出的想法 他决定 和西施一起吃苹果 两人还不停地眼神交流 潘安再也忍不住了 将西施扑倒在桌上 女人被压在桌子上用力反抗 可男人丝毫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一把扯开他的裙子 发现女人大腿上缠着纱布 这也证实了男人的想法 女人就是两起命案的凶手 可潘安于心不忍 西施是他的女神 他已经迷倒在西施的石榴裙下 两人此时的氛围略显暧昧 眼神交融下 直接亲了起来 与此同时 院长被一个黑衣人带走 装进了车里 随后便失踪了 等院长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被五花大绑在架子上 看到眼前走来的老奶奶 拼命求救 老奶奶并不理会 而是身后的黑衣人冲了过来 拔出刀将院长四肢动脉切断 不仅如此 老奶奶还拿拐杖去戳院长当部 凑到他耳旁说了句话 这正是十年前 他在貂蝉打了麻醉后所说的话 院长还没反应过来 老奶奶就把他裤子扒了下来 转身离去 随后一条狼狗冲了进来 对着院长当部直接开咬 院长惨叫声充斥着整个棚子 老奶奶走出棚子 居然把脸皮扯了下来 里面是一张年轻的脸庞 原来老奶奶就是貂蝉 他如释重负 之所以努力成为顶流 是因为想借机接触院长 经过试验 确认院长就是当年伤害他的人 等潘安赶到现场时 院长已经凉透了 可法医却表示 这次的凶手是个左撇子 难道凶手不止一个人 就在潘安疑惑的时候 电视上播放着老人庄的貂蝉 他想到猪肉店门口曾见过他 他身上的味道 和当时在审讯室里貂蝉的味道 一模一样 他意识到貂蝉就是用这个方法 避开了警方的调查 和西施接触合作消灭目标 可貂蝉如今在他国 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而西施昨晚和自己一起 也根本没有作案机会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还有一个凶手 他赶紧和上司汇报 可上司却把他当作笑话 还嘲讽他办事没能力 无奈之下他只能自行查案 回到猪肉店却发现西施失踪了 破案刻不容缓 他再一次传唤貂蝉 就在和他交谈的时候 上司打断了潘安 还说领导们要求放了貂蝉 明显大家就是为了保住饭碗 不敢招惹他 却可把潘安气坏了 不久 在另一个城市又发生了相同的命案 死者是一位中间商 他专门将女性卖给黑帮 十足的恶人 潘安得知后立刻赶往案发地点 终于在那找到了西施 西施也不隐藏了 和潘安决战 毕竟男女力量悬殊 西施被潘安打趴在地 可是潘安早已坠入爱河 他根本下不去手 也明白西施处理的都是恶人 再加上对警局领导们的失望 潘安选择了离职 与西施幸福的生活 隔天他无意翻开西施的相册 在里面看到了西施的双胞胎妹妹 终于明白为什么第三起命案 凶手是个左撇子了 而西施又有不在场证明 原来是妹妹出的手 可这一切已经不重要了 她已不再是警察 也支持西施他们替天行道 法律不能惩戒有权有势的恶人 只有屠夫小姐才能将他们消灭 影片中的选题很新颖 就如同这句名言 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丝式的脸 变换无常 随时可呈不同形状 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 屠夫小姐以自己的方式 贯彻着心中的正义 宣扬着女性与自由